而在国内的重大焦点则是鸿海集团出现内贼了吗 集团日前控告了高层主管于四项供应商所会的情况 而且涉及的金额还高达了上亿元 检查单位经过大约一年的时间侦办 在今天上午兵分19路搜索了相关试案人员的住处以及厂商 同时约谈了12人道案说明 新北市调处约谈之后陆续移往台北地检署复训 大动作搜索检警出动上百名人力 就为了调查鸿海集团高层爆出集体向供应商所会 添加金额让董事长郭台铭震怒下令延办 向两岸警方报警抓人 等19个处所执行搜索 早在2012年鸿海行政总经理李金明向郭台铭举发 底下S&T技术委员会的高层 总干事邓志贤工程部经理尤吉安 还有资深副总廖万成资深经理陈志川等十多位相关人员 与公益商有不正常的金钱来往 除了邓志贤前年9月被大陆公安逮捕外 其他人约旦后陆续移到北解复训或转列被告 并随后传唤相关的涉嫌人共6人 以及证人共6人进行征讯 以厘清本案的相关案情 鸿海集团也发表声明 主动请求警方侦查将会全面配合 不过目前处于司法阶段不便做任何评论 全案也将会朝违反证交法特别背信罪侦办 剩下的就等司法给个答案 UDN TV综合报道